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母亲节 慈亲社在五月份的社课中 让慈大同学自己DIY制作相框 作为母亲节的贺礼 每一个相框都是同学们独以五二的心意 希望透过相框能够留住岁月中的回忆 相片已经就是可能比较少人在用 现在就是电子科技时代 就是可能照片都是存在手机里面 但是就是不一定你想看的时候 就看得到 所以我们就想说 就是让大家自己亲手做一个相框 然后把回忆就是放在里面 那就是放在你看得到的地方 就是你随时都可以看到这份回忆 然后就是可以让这份爱 可以永远就是留在心中 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记着它 我觉得就是自己做的话 就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在做的过程中 就是你可以去用心想 你要怎么样做 怎么样设计 可以代表就是你对妈妈的喜欢 然后而不是出外面直接买个现成 我觉得那样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选钱的同时也要响应环保 制作相框的材料 有很多都是回收来的废弃物品 看到什么就利用什么 因为我也不想再浪费 就是只要一张纸原本好好的 我也不会去用 我会反而去用那种 我会反而去用那种 就是大概你就减大概剩一半那种 就是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资源 然后才做这样的效果 使用环保又能表达自己心意的礼物 是对母亲与地球最好的祝福 记着王翔翔瓷季大学报导 王翔瓷季大学报导